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生外境又无境 日久它相近故乡 留下你可记得 独立的方向 妈妈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每年春节 对于家住围镇村的刘友常老人来说 除了是和家婚聚的喜庆日子 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它身上肩负着一项全村的重任 那就是为村里的门楼 祠堂等最为重要的建筑 写对联 众所周知 写对联 贴对联 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传统文化习俗 它不仅增添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更抒发出人们的美好愿望 传递着深刻的文化底蕴 为情欲怀和舍地 尽以启封幸福尘 好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 位于广东省佛岗县的围镇村 从清朝道光年间建村以来 村民们始终将和字 奉为为人处事的行为法则 清通少族 相敬如宾 邻力团结是非少 家庭和睦百事兴 踏入围镇村 随处可见 一夫妇关于兄弟 夫妻 婆媳 邻力间和睦的对联 挂在各家客户的大门镇上 向世人传达着村里的和文化 寺堂里供奉着一位先祖 这就是围镇村的始千祖 广传宫 相传 广传宫有兄弟三人 他们在宁化白手起家 共同做起生意 起初兄弟齐心协力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数量 兄弟间 以收入分配等问题 逐渐产生隔阂 加上数与沟通 矛盾越来越大 最后两个兄弟一气之下 远走他乡 缺少了兄弟的扶持 广传宫的生意 也越来越不景气 最终他变卖家产 携妻而离开了那个伤心地 来到了现在的围镇村 通定思通的广传宫 便将兄弟和睦 邻里和睦 列为家训族规的明确规定 如今九十岁高龄的刘友常 年轻时曾认村里的支书 他的手里有两本刘氏族谱 一本是他父亲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整理的首抄本 另一本则是他 与上世纪九十年代 组织搜集编撰而成 在围镇刘氏家训中 此校团结 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一条 他就是刘友常 从老族谱中总结而来 词是指长辈对晚辈 兄长对弟弟妹妹要慈爱 笑是指晚辈对长辈要孝顺 团结之前 就是一个家庭需要团结 一个窗需要团结 需要和谐 这窗的窗都能够团结 都能够和谐 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可以成功 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好了 与人和者 为之人乐 与天和者 为之天乐 对于兄弟伯母 有着切身之痛的刘氏宗族来说 和便成了其约束自己 归进后人的精神准则 以和为贵 慈笑团结 方可想万事之乐 每年的正月十五 当你来到围镇村 便能看到这样热闹的民族活动 舞背诗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武士表演 这里的村民们 舞的不是诗 而是背单 背单下面的两个人 也不是普通的表演者 而是村里每家每户的婆婆和媳妇 据说 这个独特的风俗 与村里的一位先祖有关 我看到上面刻的是恩贡生刘杭修丽 这个刘杭修是咱们村的什么人呢 这个村子第十代的人 他在清代 选与三年的时候 考取了公生 公生他就是送到京师去读书 为国家 为朝廷培养人才 相传 刘杭修在仕途上是一帆风水 然而有件事 却一直让他十分头痛 那就是家里的婆媳关系 刘杭修的妻子和他的母亲性格不和 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 吵得不可开交 俗话说 新冠难断家务事 这让家在中间的刘杭修十分为难 而且当时的围镇村 虽说是邻里兄弟很是和睦 婆媳关系却如同刘杭修一家 多多少少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男人们白天在外劳作十分辛苦 晚上回到家又得面对婆媳矛盾 这让他们整日疲于艳腹 念及于此 刘杭修萌生了 一定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想法 武师是中国常见的一种传统民俗表演 每年节径时分 围镇村都会请武师队到村里表演 武师不仅带给了这个村子洗净热闹的气氛 同时也带给了刘杭修 解决婆媳矛盾的灵感 有一天他宣布 要举行一场比赛 让村里所有的婆媳 拿出各家媳妇的新被单 模仿武师的动作来捂被单 看看谁家的婆媳配合默契 捂得最好看 而评委便是村里所有的男人们 伍佩斯的话 他可以要沟通 要对话 怎么样协调动作 才能把伍佩斯捂好 慢慢他在婆媳之间 本来是有点心结的 但是通过伍佩斯 竞加对话 把伍佩斯捂好 这个婆媳之间呢 就能够比较和谐 六世先祖这一独特发明 遗传成了上百年 至今还影响着后世子孙 妈妈 等一下我们去选那个被单 其实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多 我觉得粉红色好看一点哦 可能我比较喜欢红色的多一点 红色嘛 舞起来可能会更漂亮一点 过两天就是正月十五 村子里又将举行 一年一度的舞被诗表演 周金灵和婆婆 今天还专门去集市上 挑选一张新被单 这个我太习惯了 给我给我给我 不错不错不错 我老公我一中意这个 如今婆媳俩关系非常和睦 经常一起外出逛街 家里有什么事情 周金灵都愿意 首先跟婆婆商量 可五年前刚嫁过来的时候 俩人相处的却并不愉快 因为生活习惯不通 周金灵跟婆婆之间常会闹些矛盾 最为激烈的一次 就发生在新婚第一年 正月十五那天 有一次我在史刷的时候 突然间回到房间 就发现我自己床上盖的那张被单不见了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我问我老公嘛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 是他妈妈拿去了 我说妈妈拿去 他拿去干嘛呢 后来他回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嘛 我说妈妈 你怎么拿我的被单呢 然后我妈妈就说 我要拿去那个祠堂去拜啊 我说这个被单拿来拜 为什么要这样子 原来周金灵的婆婆 是拿着新媳妇的被单 去村里的祠堂拜祭祖先了 她希望祖先保佑家里婆媳和睦 早些天定尽口 然而对村里这一习俗 毫不知情的周金灵 却因为婆婆 擅自拿了自己的私密物品 感觉很气愤 她呢 以为理所当然了 是我哪里的位置 我是长辈 这是我们村的风俗 你有什么意见对不对 你不应该有意见啊 是不是 你有什么意见你跟我提啊 然后我就砸在中间 手板是肉 手心也是肉 我都不知道帮谁 因为这件事情 倔强的周金灵和婆婆 闹起了脾气 俩人冷战了近一个月时间 在丈夫的耐心解释下 周金灵才得知 村里五倍师习俗的意义 进而对自己的行为 十分愧疚 于是她主动跟婆婆攀谈 让婆婆教自己五倍师 而婆婆想到自己 当年嫁回来时 与她的婆婆相处的种种情形 渐渐地也多了一些 对儿戏的理解与包容 慢慢地 婆媳俩五倍师的动作 越来越协调 生活中 俩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如今 周金灵一家三代婆媳 相处得喜乐融融 成了村里 婆媳相处融洽的楷模 因为毕竟她九十多岁了 能吃能跑 还能自己种菜 我奶奶很厉害的 现在的身体 所以我非常感谢 他们能够相处得这么融洽 对于我爸爸和我 看到这个场景 感到非常地欣慰 中国的家庭离别 其实最难处的一层关系 就是婆媳关系了 婆媳关系之所以难处 是因为两个女人 实际上是为了一个男的 才连接起这样一层关系 而且是婆媳关系 是要朝夕相处的 天天要接触的 如果婆媳关系能够处理好 那么家庭的 家庭的其他关系 都很容易处理好 所以这个五倍师 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特点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今 五倍师有最初的评底 演变为每年一度的民俗活动 媳妇五十头 婆婆五十文 寓意婆媳和睦 母爱传承 婆媳各拿柱干 相互敲打 寓意消除隔阂 互相理解 燃烧柴火 寓意来年的生活 红红火火 此外 如今的五倍师席所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这些五十的婆媳 要在第二天带着村里人 去新婚或天丁的人家恭贺 送上祝福 刘灿风家去年刚生了小孩 今天一大早 他便提着灯笼 来到村里的门楼 当地有着一种风俗 谁家天丁尽口 家里的男人 就要在新年 将一盏灯笼 挂在门楼上 一是向祖先报告喜训 二是寓意着 对丁采两望 幸福生活的憧憬 当地人将这种风俗 称为上灯 二令一变 刘灿风的母亲和他的妻子 正在做着当地的特产 为中午乡亲们上门祝贺 做准备 在这些款待邻里的美食中 最受欢迎的要属臭屁醋了 这种美食 闻起来要比臭豆腐的味道 还要浓烈几倍 然而 喝起来 却是像醋一样酸 当地人对这种美食 可谓情有多钟 相传 在清朝 村里有位老人 体弱多病 每天烤食荒和讨饭过日子 林里乡亲 可怜这位老人家 常常会把田间的急捧稻谷 送给他 老人舍不得一次吃完 就把骨子爆成米 用锅炒香 放入坛中 用井水浸泡保存 他想 哪天没有饭吃 就可以把坛中的米 注来冲击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 当他打开坛子 迎面铺了一阵酸臭味 然而 两天历米未尽 老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摇起两碗 放进锅里煮开 忍着臭味 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吃喝的大汗淋漓 接下来十多天 老人每顿都吃这些粥水 半个月后 老人的脸色泛红 原本孱弱的身体 竟然奇迹般地硬朗起来 乡亲们知道后 蒸香前来品尝这种粥水 老人为了感谢乡亲们的施舍 把制作臭屁醋的方法 告诉了大家 如今这滋补的汤饮 成了婆婆 为生孩子的媳妇 专门制作的补品 是村民最为喜爱的美食 这个食品的起源 它是起源临里之间的 相互的帮助 那么现在又变成了 一个特殊的食品 在加强 在维护着 和谐着临里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食品 五倍诗 让婆媳踏着同样的节拍 把原本不一致的脚步 最终踏成和谐的五步 而一晚晚 令他人五鼻而走的臭屁醋 却成了维镇村 邻里乡亲 相互沟通的媒介 可以说 五倍诗和臭屁醋 比家规祖训 更为生动地 教育着维镇村 世世代代代的子孙 每逢周末 于鸿生和妻子 都会回村里看望老人 今天 他们除了给老人们 买了新衣服外 还特意买了一个当招 因为今天 家里有老人过生日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住着于鸿生的岳母 和另外两位孤寡老人 于鸿生是福建人 是村里刘秀莹的女婿 在广州经营着一家工厂 几年前 她同妻子一起 照顾着多年 瘫痪在床的岳父 岳父去世后 于鸿生夫妻俩商量 要把岳母 接去广州生活 然而 岳母却不愿意 离开村子 就在夫妻俩在想办法 如何更好地照顾母亲的时候 于鸿生发现了 村里还有几位孤寡老人 我们看到刘秀莹的 那个住的地方 特别的辛酸 那个床当 都是好几个月都没洗的了 都是黑的 就是非常黑 而且那个房间里面 都是放在柴火 假如像他这些老人 他那个电线 一短路很容易着火 就是说 萌生这个想法 就是让他们 重新做个房子 给他们住 村里面有另外 还有一个老人 也是孤寡老人 我觉得这三个人 给他安排在这里 养老 以后就会 就会在一起 比较有个照应 互相 什么生病之类的 就是互相可以有个照应 侧隐之心 人也 对于于宏生来说 这份仁义之心 则是受到村里 和睦传统的 耳容木染 岳母四岁变成了孤儿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 刘秀莹就常常告诫女儿 将来有能力了 要回报这些好心人 于宏生也受到了 岳母和妻子的影响 在跟他们 以及两位孤寡老人商量后 他开始着手 建造这座新房子 还有两个月 房子就将盖好 到时 三位老人 将从刘秀莹家的 临时住所 搬到新房子中 村里面有一句老话 叫隔屋不隔心 就是说 房子虽然是隔开的 但是心是连在一起 村里面的邻居 都时常过来照顾厌慕 在村里面的人 挺和谐挺好的 其实一个家庭 一个村落 它是一个细胞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单位 如果说一个家庭 一个村落 能够和谐和睦 那么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它也就会和谐和睦 世亲必顾 世邻必顾 余鸿生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这句 古老谚语的精髓 为保邻里和睦 为镇村设立了 村民理事会 刘昭红 便是其中的一位成员 今天 他要和其他几位 理事会成员一起 去调解一对邻里的矛盾 原来 刘华申家 有一棵百年栗枝树 刘浅光觉得 这棵树 遮住了自家新房的采光 性子急躁的它 便一时冲动 擅自将几股树枝砍掉 刘华申知道后特别恼火 现在一家人的情绪都比较激动 除了几位村干部外 村民理事会还邀请到了村里年长又威望的老者 共同商量对策 经过讨论 刘昭红决定 让两位工作人员先去刘华申的家里 平复一下他的心情 另一方面 自己去找砍树的刘浅光 跟他好好地聊一聊 村里像这样的百年古树 共有上百棵 每年都会结出大量伙食 这也成了农民的部分收入 除此之外 古树下不仅是村民们纳粮聊天的好聚处 更是孩童们喜喜玩乐的场所 因此 刘浅光砍树的行为 让其他村民也很气愤 然而 毕竟释出有因 刘昭红找到刘浅光后 还是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更是说 如果祖先们也因为自己的一点利益就砍树 那么 村里的这一百多棵古树 又怎会存留到今天 俗话说 打不断的亲 骂不断的灵 经过村民理事会的耐心劝导 最终 两家化干戈为玉伯 握手 银行 你们全委怎么说 可以可以 好 其实早在为镇村建村一时 村里就设有太公理事会 他们用家长 房长 太公理事会三级制度 来解决村里的矛盾 以此保障矛盾不出村 家庭有矛盾 家庭有矛盾 由他的家长自己来解决 家长解决不了的 就放在大房的房长 就是那个大房当中 有年级比较大的父老来解决 如果大房解决不了的 就由太公理事会来解决 就是由大房当中挑选 年级比较大的 能讲道理 办事公道 在群中比较有卫星的人来组成 每次遇到纠纷 太公理事会成员 都会将矛盾双方找到祠堂 先让他们各自讲述自身的道理 把怨气发泄出来 再让两边的家人 无论男与老幼 都来评判这件事情 说说自己的看法 最后再有村里有威望的太公们 主持公道 做出另两边都幸福的评判 村子的族谱都有接征送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要写账记 像官府高账来解决 高账虽然容易解决 但解决以后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心机还没有切底解决 中国古代社会 基本上都是一个熟人社会 所谓熟人社会就是说 我们每天打交道的人 是我们今天要打交道 明天 后天 还要继续打交道的人 那么这种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 一般不大气场 通过受损来的方式 来去解决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所以他通过这种三级的 这种自我调节矛盾的方式 他一方面调节了矛盾 另外一方面 他没有伤害 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 如今 和睦的传统 已经润物细无声般的 融入到了 围镇村人的血脉之中 质朴善良的围镇村人 始终坚信 只有客手 以和为贵的家训足规 有着和众共济的美好心愿 并可守得家和万事兴 人与人之间 谁家的愚蠢 漫要加弦 万场歌要清醒 谁家的灯笼 悄悄刮起 点亮路人的归期 谁家的耿力 静静守起 等待朝霞欢喜 谁家的愚蠢 谁家的愚蠢 黄沙淋漓 拂着诱人离讯 都闭嘯 我一年轻柔 这样已和一最 often 谁家的经济 听话 所以 工资 这个 κα世 你 那么 这么遍 Terre saturated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